臺剛準備躺下 就被變異型警團團包圍 乖乖配合搜身 但怎麼會被警方找上門 恐怕他心裡早就有底 被逮捕還神色自若 他就是10號下午 在北投一間型州店 犯下槍擊案的州姓槍手 在短短30秒內 對著被害人近距離開槍 店內一片混亂 桌椅東倒西歪地上 還留下大灘血跡 附近住戶聽到聲響 走出門關心狀況 卻被眼前場景嚇壞 警方貨報展開追查 發現周姓犯賢一路逃亡 刻意從北投騎到士林汽車 轉搭計程車到三重 一處公園丟氣槍之後 再輾轉到林口 最後還一度變裝 徒步走到宮廟藏匿 原以為有神明在 就能求新安躲過追棄 但哪有這麼簡單 老闆娘的態度不滿所致 因為老闆娘據我們所知 她的個性比較剛直 那言語上會比較直接 所以是否因此造成周姓的不滿 這個可能後續還要再去了解 我們要開槍啊 槍是哪裡來的 有感情糾紛嗎 面對問話頭低到不能再低 只因為消費糾紛 就決定開槍解決 想用這理由脫身 未免太牽強 救護車十萬火急 直奔醫院急診室 潘信老闆娘左胸中彈後 送醫搶救不治 案發隔天上午 家屬和親友前往醫院報宴 臉色凝重至今想不透 明明沒有節約 為何突然遭到強殺 四十二歲的周姓嫌犯 住在附近 常上門光顧賢州店 是否追求不成釀成殺機 警方查出嫌犯有過毒品前科 疑似離婚有一個小孩 但他否認並非感情糾紛 潘信使者妹妹 臉書也換上黑白頭貼 悼念姐姐有越南文寫下 你後來離開我了 我希望這只是一場夢 案發當下醫人大賀 和妹妹就在附近 表示無法想像 從小生長的地方 大白天發生槍案 如果晚兩分鐘出門 可能就目睹槍擊過程 經濟人透露 目前大賀心情稍微受到影響 後續交由警方處理 閒州店老闆娘突然離世 附近攤販也相當不捨 表示他從越南嫁來臺灣超過十年 預計下個月就要回越南老家 沒想到卻發生漢事 只希望警方能盡快查明真相 還死者和家屬一個公道 暫宣正常的學生 歡迎台北宇宙報導